你好,這次做的是甜酸鳳梨雞翼 用了新鮮鳳梨 吃下去的味道真的很清甜 和罐頭菠蘿完全不同 用了三色椒,顏色配搭很漂亮 醬汁很美味,香噴噴 送飯真是一流 在開始之前,希望你也可以Like、點讚 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希望看這段影片的你 都可以支持一下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這次材料很簡單 有台灣鳳梨 希望你們可以重溫一下 還有雞翼 三色椒 和薑 首先用清水 浸了雞翼,解凍 也去到雪藏味 接著切三色椒 這次我選了綠色 紅色 還有橙色 沒有選到黃色 因為鳳梨本身已經黃色 所以顏色不會相撞 切的大小 跟鳳梨的大小差不多 一塊塊相同的大小就對了 整碟菜做起來 看起來就會非常工整 我們會用大概半片片糖 可以用刀慢慢把它剁碎 記得切的時候 小心切傷手指 小心切傷手指 我們會用三湯匙 一會兒再加多一湯匙 一會兒再加多一湯匙 頭尾是三湯匙 兩匙醋 攪拌均勻 加上剛才 加碎了的片糖 好了 開始做了 首先燒熱鍋 我們加些油 接著放薑 先把雞翅淨水 放在鯊上煎 然後把雞翅淨水 放進鑊裡煎 不要再快翻 讓它煎一會兒 煎熟透了一面 再反另一面 煎至差不多就可以翻转了 到差不多熟了 我将鸡翼放在另一只干净的锅里 作用是首先我想健康一点 不要太多油 另外可能之前煎的锅少黏底 我也将鸡翼放在另一只锅里 在这个时间可以将汁倒进去 还有片糖碎 加一点老抽是吊起的 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加一点酱汁 我们用中大火煮沸 这个时候煮到最后才加三色椒 还有新鲜凤梨 记得不要太早放 煮到最后一分钟才加凤梨 因为很快就可以上碟 再提一次 如果想知道如何开凤梨 可以重温上一段影片 有很详细地示范如何开凤梨 看到颜色很漂亮 还香喷喷 这个汁送饭真的很开胃 可以上碟了 看看颜色多漂亮 因为是新鲜凤梨 所以吃下去的味道 和罐头菠萝真的很不同 希望你也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也可以留言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